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希望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正式宣布将独立参选2024 表示参选是为了推进在野整合 否则将便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而郭台铭更特别选址 在总统府正对面的张荣发基金会 召开记者会 不过联署的门槛并不低 我郭台铭 今天要郑重的向各位报告 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投入2024总统大选 终于下定决心 郭台铭正式公开表态要评打会 今天我宣布参选总统 并全面展开联署 以取得参选资格 民意永远大于党义 公寓永远大于私利 表示未来在公布如何联署和副手人选 但要成功最低门槛要经中选会审核后 289667人才可成功 我的参选 就是要推进在野整合 参选是为了整合 整合 才能胜选 在野不整合 便宜赖清德 我也将继续邀请 在野阵营 其他两位候选人 一起坐下来 你喝咖啡 我喝奶茶 大家一起好好商谈国家大事 但何时谭为松口更强调 跟科猴二人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被外媒问及 如果邓雪要如何应对中共 可能没收鸿海财产报复呢 这是郭台银宣布正式参选 也意味着跟能否成功整合的在野民意 只求对决 郭台银宣布参选 即日起展开联署 去了解近班发言人是黄世修 但副手人选还未公布 更多内容再请佳琪告诉我们 等了好久 鸿海创办人郭台银 终于在今天宣布 他要来选总统了 那么他现在要以总统参选员的身份 角逐2024的总统大位 他就讲到了 参选就是为了要推动 在野整合 而且他觉得这样才能胜选 如果在野不整合就便宜了赖清德 他说他将继续邀请在野阵营 其他两位的参选人 包括了侯友宜跟柯文哲 一起坐下来喝咖啡 他说他喝奶茶 一起好好商讨一下国家大事 不过现在郭董他说了第一步 那么当然就要展开联署了 联署成功的最低门槛是要进中选会 审核后要有289667人才能成功 不过随着郭台银的宣布参选 现在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隆就说了 这分明就是让台湾海峡陷入 兵凶战围的凶手 他认为就是这样再也没有办法整合的话 那么不就让民进党继续挡水 那么台海的危机就会加深更多吗 而现在苗栗县长钟东景 过去也是郭台银的好朋友 他说其实郭台银出来跟陈信没有关系 他现在只是在争取一张门票 这言外之意是不是还有机会 来跟其他两位参选人合作 后续大家都在关注 郭台银宣布参选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说 最高兴的是民进党 还说郭台银会成为台海兵凶战围的推手 这分明就是让台湾海峡陷入兵凶战围的推手 那你如果杀卡都就已经不一定会胜选 再加一个郭台银出来导弹 那郭台银人家很多人都讲说 他是不是民进党派来卧底了 李乾隆说郭台银参选恐怕会形成三输的局面 输到信用输掉台海和平输掉他的企业 成为赖清德的助选员 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说没诚信 我没有诚信的做法 他刚开始抛出大家一起来喝咖啡 其实我觉得蛮认同的 那如果这个喝咖啡的动作都还没有做的话 就来进行宣布那等于是前功近期 张立善后来补充说看到完整的陈述之后 认为三方还是有必要坐下来谈 有机会产生共识 他乐观其成 张华县长王惠伟则忧心 亲痛仇快 现在下架民进党变成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识 那也希望他不要轻痛仇快 地方首长看法不同 苗栗县长钟东景则说给予尊重 不过强调自己虽然无党籍 但是会跟随国民党的脚步 他认为郭台铭宣布参选 是要取得谈判权 跟陈姓没有关系 当然我个人认为他现在是在征请门票 所以他先宣布参选 你没有门票你要怎么跟人家谈判 南投县议长和张华县议长 则是力挺郭台铭 还要帮忙联署取得总统大选入场票 郭台铭动向前董政坛地方看法不一 郭台铭办公室表示 他宣布参选 是为了将总统大选的焦点带回国政理念 以及最后整合出一组最强的人选 TBS新闻综合报道 美丽岛电子报日前曝光最新民调 为什么柯文哲民调始终能在扰二的位置 而侯友也要下跌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点出原因 再请佳琪我们分析 目前民调满天飞 不过大部分的民调都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赖清德拿下第一名 那么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再争第二名的宝座 不过最新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已经突破了四成的天花板 但是第二名则是由柯文哲的22% 拿下了第二名 那么第三名就是侯友宜的19.1了 那么现在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了 他说赖清德的票已经定性了 民进党执政其实有很多的包袱 但是没有人在看赖清德 他的民调会冲到哪 反而大家都在看的是 非律到底会怎么弄 他说了 其实这个侯友宜 他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他说别人帮你讲 都不能帮你得分了 他认为侯友宜明明 每天都有受访行程 那么有很多的点可以打 但是每次都讲一两句就停了 而且他觉得他应该要讲选民听得懂的话 不然你批赖清德维持现状是假 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又讲不清楚 选民也不会有够敏感 他说侯友宜要能在火线上 被所有人围攻的胆势 他说你看像柯文哲 他就拥有了一个很鲜明的旗帜 那么被绿营跟1450追着打 柯文哲就是不怕站在第一线 那么被打至少他有话题有声量 民众也记得住他 所以民调的支持度才可以一直维持 在大约是第二名的位置 他也认为侯友宜的这个部分应该加场 欧海创办人郭台铭曾经允诺 如果初选失利会全力辅佐 国民党中的参选侯友宜 但如今却独立宣布参选 今天侯友宜就重申 自己参选总统的态度始终没变 也证实自己先前曾经跟郭台铭谈过 但两人说了什么 侯友宜都喊话郭台铭自己说明 有来面到幼儿园参访 该叫什么才好 老师们已经一讲再讲 但一看到侯市长 就把孩子们伤心 后宜连排个积木都是战战兢兢 面对泛兰整合破局 郭总宣布选下去 他也不再强调诚信 尤其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协议 都通过了 我参选总统的态度 从未改变过 我一本之中扛起责任勇往直前 如果参选只是一步棋 更没有退让余地 侯友宜也有意无意提到两人 曾经有过这个约定 郭台铭请好好说明 后宜再把问题抛回去 同时国民党局追逐人 也在脸书放上 与侯的合影 呼吁选民 攜手努力 党中央更提醒 若违规助选 未来直接动用党计 也许陈信 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么重要 但是对于政治人物 我相信所有的选民 都会以政治人物的诚信 来检验 他是否能够成为 国家的领导人 就算被批 没诚信 还是把头洗下去 到头来 谁得利 那之前已经点名了非常多的人 但您都一一否认 包含李嘉芬 沈春华 陈文茜 那今天又爆出高精素媒 郭台铭也有头表情玩味 但外界很关心 副手何时会出现 多年前 有一个媒体界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新闻界是制造业 这个 我们感谢所有的制造业 我心目中已经有人选 时机到了 一定会向大家报告 这算是幽默吗 台下媒体不是很理解 但郭的副手会锁定高精素媒吗 高精发问回应 2024立委选举 要争取进入立院筹组原住民党团 还说任何事改变不了这方向 而霸气宣布参选的郭台铭 也喊话 让外媒多提问 却碰到这情况 中国的经济 您自己刚刚说的是糟透了 那您觉得这个是 让习近平比较容易 在台湾这方面 处理台湾比较小心 比较理性 还是 这个风险比较高 从此之后 我再不再回答这个红海的问题 这不干我的事 疑似没听清楚提问 又或许因上一题 记者们正关心 郭若邓雪要如何回避与 红海的利益 不要有瓜田理下 应该不会再做 台湾的生意 开发出的量子电脑 什么东西 政府需要的 那他完全去照行政机关 该做的法令 郭表示 中共若没说红海财产 也不是针对他一人 红海集团则发声明说 公司属于超过80万名股东 共同拥有 红海不会参与政治活动 至于个人财产 郭则说正式登记参选会 按规定财产申报 毕竟根据复笔市杂志 郭台铭2023年的身家 达到74亿美元 对比2016年参选 美国总共的川普 多出29亿美元 更成为中华美国史上 最有钱的总共参选人 如何处理财产 自然被放大解释 新闻李贵卫 红富华 刘天艇 小组才报道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日前在主流 民意大联盟的活动当中 说台湾人家暴行为 没办法修理蔡总统 引发议论 郭伴定义是脱稿 呼吁杨志良道歉 但杨志良再出面 火气更大 要道歉的是蔡英文 为什么我要道歉 我一个老百姓不能讲话吗 一渡戏到拍桌 情绪高昂 前卫生署长的家暴说 总统府谴责要他道歉 他不愿意再隔空怒呛 因为总统派人把我抓起来吗 关起来吗 我是他的师兄 师父都死了 师兄 玩事情 再向总统行政院长强调 家暴是因为无法修理 总统这话绝对不是诗言 当老板郭台铭也把这定义为 脱稿演出 我的国政的一个幕僚 他主要提的谈的题目 应该是 劳保与健保 就像尴尬杨志良很做自己 只是要他道歉的还有郭伴发言人 杨署长在造势场合一些过度简化的连结 那我们也会建议杨署长在公开场合 或在我们记者会上先公开道歉 他们要我道歉 这是他家的事 就是不说出这几个字 但这真意各界围攻 民进党真的很怕郭先生参选 拼命寻找见缝插针的机会 好不容易抓到杨署长批评蔡总统的一句话 就发动官方家彻翼群起围攻 点名立委王婉玉把家暴议题作为政治斗争 王婉玉也不忍反击 强调自己为弱势者的努力 可受公平 只是黄师兄宁愿为了选举去解释实 真正做政治攻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很酸难道这是主流民意吗 因为这波被指不仅是失言还失格 那你用政治的理由来牵扯 这真的是胡扯 任何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你施暴的理由 涉及涉服议题发言不得不小心 TVV新闻刘一小女轩 台北唱不到 好我们看到杨赞扬再出面 不但不对家暴说道歉更惊惧连发 他还说台湾男人惊从不行 女生要动软都是因为歌手蔡秦亥的 请问各位已经结婚的请举手 那有孩子的请举手 现场做起调查 前卫生署长杨智良接受访问前 要记者们先回答他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男性 惊从越来越不轻 这个女生生殖能力越来越低 还要去动软 这不是声誉讲座 大家来都是想问他 要不要针对家暴说道歉 但杨智良坚持先带大家关注 烧此问题 台湾过去十年 你们这些男人 每年少百分之一的惊从 然后不能摇头摆尾的惊从越来越多 国建署就拜托各位女性朋友 一结婚就赶快生孩子 开启署长模式 分析台湾生育率 杨智良更语出惊人 说生育率低跟这位歌星有关系 都没有答案 就是蔡秦海的 最有名条歌叫什么 不你千变不厌倦 就在现场记者一头雾水 觉得这可能性是前署长的幽默 下一秒杨智良开启愤怒模式 我们的蔡总统 坚决反对莱猪 坚决反对核实 坚决反对EGFA 所以他都是今日之我 否定昨日之我 只是署长已经退休 没有权利这么做 倒是署长说的话 语不惊人 死不休 所以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总统府要我道歉呢 我真的搞不懂 TBB的新闻刘一成为 佳琪宇宣 台北抢报道 赖清德持续挺进 新北抢攻侯友宜的本命区 再把时间交给佳琪 这在再大联盟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整合成功的同时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倒是动作平平 甚至是跑到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的大本营新北市去拔装了 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看到在8月27号呢 这赖清德 他是重兵挺进了新北市 而且一口气还成立了三个后援会 其中呢 全国云林旅外商亲成立后援会呢 大约有3000个粉丝进场 想着跟他握手拍照 而这个赖清德也说 未来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要把云林变成一个 农业发电生计大限 希望获得更多云林商亲的支持 不过我们都知道了 随即他下午呢 就跑到了新北市的另外一个地区 就是新店区 新店区呢 其实是普遍蓝大于绿的选区 不过在这个地方 竟然又支持者喊 从同好 似乎呢 这个拔装有一点点成功了 不过到了新庄出席 全国市友会成立后援会的时候呢 只有400多人到场 现场还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 不过大家认为呢 这个赖清德挺进到新北市友的这样的成绩 算是不容小觑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政治新闻 还有更多的兴趣 不妨扫一扫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政治讯息 郭台铭宣布联署参选 随即登上大陆微博热搜 不少网友直言赖清德稳了 而民进党议员立委也说 服务处接到不少民众来电 询问要怎么帮郭台铭联署 而赖清德下午出席后援会活动 虽然没回应 但笑容藏不住 这是不是太开心了 连后援会成员名字一度忘记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确定 联署参战2024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活动 笑容藏不住 赖清德怎么开脱董神部参选 四卡路迷掉落 四成是不是胜券在握了 虽说什么都没说 但也像是什么都说了 民进党议员分享服务处 接到民众来电 说是要帮郭台铭联署 还有赖清德子弟兵也说 很多人关切 怎么帮郭台铭联署 富途不要笑不要笑 民进党不会 那我们也呼吁支持者 不必要去介入郭台铭的联署 因为联署29万份 对郭董来讲 完全没有问题 确实看看过往经验 几次多分天下 2016朱立伦布迪蔡英文 宋楚瑜几拿下12.83% 2000年更是一口气 有五组参选人 都没能拿下超过四成 再往前一点 1996年 李登辉连战是54% 领先其他对手 客观者主席这边 他依旧还是目前 民调最高 最具实力的在野参选人 也一直都有着非常稳定的 拘取力量 倒是郭台铭要参选的消息 立刻登上大陆微博热搜 不少网友直言 赖清德吻了 主要对我们大陆同胞 友好的就再成了 他这个人好像 这个观点好像不一定 在我们心目当中 红友主是比较好 还满英雄 郭台铭炮震撼旦 几家欢乐几家愁 TVBS有程序 隋仲群黎明 这里组合台北大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